大家好,我是讲故事的老范 今年是有各种魔幻事件 前面刚录了一期视频 叫做埃隆·马斯克成为了推特最大股东 也讲了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和各种可能的发展 然后后边就出了事 说推特说我们邀请马斯克来加入董事会了 然后后边我们好好听听的话 马斯克说我不去 然后推特的CEO也讲了 说我们依然会尊重马斯克的意见 对吧 然后会继续听他的意见 然后会好好的跟他沟通 他是我们最大的股东 他讲什么我们来听他的 这个事情 这个话音未落 本来是那条出来的 新闻出来的 我还想是不是再录一条讲讲的 今儿就又有新消息了 马斯克说 我买你430亿美金 我整个把你买下来 直接提出收购邀约 而且是恶意收购 恶意收购就是我不需要你董事会同意 我就可以收购你 这个怎么收购呢 就是他在网上的 这不叫网上 就是在股市上的流通股足够多了 对吧 他这些股份呢 可能比如说 推特自己的董事会 有一些大股东 还有一些机构投资者 手里会有一些股份 然后剩下的股份呢 就都在这个股市上流通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我邀约了 邀约完了以后呢 他并不是说我需要把所有流通股都收完 他可能一下收到了一个百分之五十 或者五十几 就算已经完成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说我邀约开始收 然后你们大家就按着这个价格来卖给我就完事了 现在呢 可能会比这个价格高一些啊 那么我就来卖 卖完了以后呢 这个 这个我收到了以后 比如收到51了 收到52了 那我就可以向这个啊 叫什么呢 这个股市啊 纳斯达克 推特是纳斯达克还是纽教授 我没太确认啊 可能是纳斯达克 就去说 说我现在私有化 私有化呢 就从一个上市公司呢 变成一家私人公司 以后呢 我就不需要再向你交报表了 我也不需要去这个什么公开各种账目了 我就可以自己干了 对吧 很多的这个啊 美国的财团都会干这个事 就是把一些什么公司会被私有化呢 就是一些未来没有什么发展的公司 因为美国的股市啊 都是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看什么呢 就是看你未来的发展 就是三到四年以后 你会变成什么样 然后来买你的股票啊 所以很多中国这个上市公司 跑到美国去做市值管理啊 中代股去做市值管理是不成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总想这是应对大妈盘 就是咱们中国股市都是大妈盘 对吧 就是我给你放个利好消息 你就该给我涨 然后我就可以去割韭菜啊 这叫大妈盘 这个机构机构盘不是这么玩的 机构盘都是那个 就是全都是那个投资机构 他们会干嘛呢 会做大量的那个行业研究 说哎 这个行业还不错 然后我要配置一些这个资产 然后未来两三年或者三四年 能够涨起来 对吧 他是这么来搞 所以你给他放各种消息啊 想割他的韭菜 没那么容易啊 他比你还明白呢 这个啊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啊 很多的这个机构会干嘛呢 就是把一些公司啊 未来几年没有什么发展啊 就是或者发展的没有那么好了 没有什么前景了 那么他的股价就会低啊 但是呢 这公司依然在挣钱 那么在这种情况呢 他就把它买下来 买下来完了以后干嘛呢 就是你来替我挣钱啊 你来替我一个基金会来争取利润啊 然后大家把这个利润分一分 也是个好生意啊 我我见过一些这个这么干的 因为我以前的公司啊 叫波兰 波兰的做这个 代费啊 CGI Builder J Builder 这样一个公司 他呢 就最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啊 最后是被收购下市 然后呢 私有化 然后就搁在那混了 给大家挣利润 就是他依然挣钱 但是 当然私有化完了以后 还有别的目的啊 别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把你私有化了 私有化完了以后呢 我就跟一些其他的公司 进行排列组合啊 比如这个波兰呢 当时被收购下来以后呢 是跟一个叫 Inbackedaro的一个公司 组合在一起了 组合在一起以后呢 说你们现在这个就可以去 呃 是不是有更好的机会 更大的机会 可以重新去上市啊 然后可以博一个更高的股价 就是你原来那个单独的业务不行 但你说我为什么不能在市场上 直接干的那个受的监管很严格啊 因为你上市公司 你要这么干的 这个过程就很痛苦啊 很严格 你不能这么干啊 所以一般大家会选择什么 这本的收下来 收下来完了以后呢 重新这个拆分组合啊 你这一块业务不好干掉 那块业务不错 来 然后呢 我再买几个别的啊 然后互相成为互补 然后存一块 然后我再去上市 然后可以值一大笔钱啊 是他是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是在上市状态啊 那你可能有一大堆小股东 然后那个事你就很难协调啊 我被你收下来以后 我就可以大刀破斧的啊 咔咔咔这几块不要了 咔咔咔那几块来 就可以干这么个事 然后重新上市啊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赚钱方式 就是美国其实有很多这个基金 在干这个事情 当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计划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忽悠这些投行的人来出钱 这个就是你甭管是推特的这个 就是真正说不怕收购的 或者什么那种就是几万亿的公司 可能现在就那几个什么微软啊 什么这个苹果呀 大概就这么几个啊 然后其他的就没了 这个谷歌 这个Alphabet 其他的就没了啊 这个Facebook本来有啊 现在大概只有六千多亿了 就是前一段时间跌下来了 对吧 那么这种呢 你要收他可能费点劲 但是像这种几百亿的这种公司啊 四百多亿的这种公司 其实收起来还是比较容易 就是投行有的是钱 你这点钱对于他们来说 基本上就是个数字 跟你跟他谈钱都已经浪费感情了 对吧 他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呢 埃罗马斯克上来说 我要收啊 收那么就是有投行就愿意给钱 说你我看好你埃罗马斯克 这个东西到你手里了以后 哎 甭管你是把这个推特啊 把哪些拆掉啊 然后再把哪些东西并进来 然后重新折腾折腾 你后边再去上市还是怎么弄 你一定是能够把这个东西弄得更好的 我相信你 干吧 对吧 那么应该是有投行给他钱了啊 去干去了 啊 这个这个 就是钱不是他自己的 虽然他自己 我相信他有这个钱 但是如果要注意啊 这个如果是埃罗马斯克自己的钱 那么有两种状态 第一种状态是什么 是这个用特斯拉的钱啊 那么你等于收完了以后呢 他变成了一个特斯拉的公司 他还是个上市公司啊 这个事是有问题的 不能这么干 第二种是什么呢 就是用埃罗马斯克自己的钱 那么你要把埃罗马斯克的 比如说股份啊 或者什么东西变成自己的钱 交税啊 你得交税 这个事是不行的 所以呢 他自己手里没有这么多钱 你可能有 也叫什么虚拟货币 什么可能没准有 但是呢 你把这个东西啊 变成这个美元 再去股市里买东西 那么你这个税务和各种监管 你躲不掉 所以啊 唯一的选择就是找投行出钱 投行啊 对于埃罗马斯克来说 还是愿意出的 对吧 这个当今世界 你说创新这件事 或者说整个互联网业务 整个这一块 埃罗马斯克是当之无愧的 唯一的神啊 没有之一 啊 这个以前还有这个 谷歌的什么拉里配纸啊 什么拉里配鞋啊 什么这些人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像什么这个乔布斯啊 这样的人 包括这个比尔盖茨这样的人 啊 贝索斯这样的人 对吧 这个这个 就是亚马逊的贝索斯 现在贝索斯退休了 呀 也那个比尔盖茨也退休了 在乔帮主已经已经离开我们了 对吧 这个拉里配鞋什么这些人也都是 啊 玩alphabet 现在也不太出来了 对吧 都是都是交给什么人呢 交给这些印度人啊 这个 这个甭怪是这个 啊 谷歌 谷歌也好 是微软也好 还是推特也好 现在CEO都是印度人职业经理人啊 都是交给他们了 二把手了 所以这些人呢 跟这个叫一代 一代的这个上来以后 打江山的这帮大佬比起来 是没法比的 所以埃隆马斯克是真正 现在在玩这块的一代 啊 大佬啊 这个事是是完全没法给的 所以呢 这个啊 以他的个人声望 以他的这个能力 以他以前成功的战绩来说 啊 他说我想干这个事 后边那个投行会排着队给他送前来 啊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说我想干 他这事儿就一定能干 那么未来有几种可能性啊 这个时候我现在开始邀约了啊 啊 首先说最大的可能性是 怂了 就是这个叫做 推特的董事会直接怂了 我认了 我给 对吧 这个咱就干嘛 这个事儿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 因为推特的这个 前面的那个真正创始的CEO已经撤了 对吧 我前面还专门录了一期节目讲说 为什么这帮人都是印度人在接班 对吧 他已经换了一个印度的这个职业经理人来接班来干活了 这些人呢 是没什么梦想的 他就是干活了 对吧 那么他对于他来说呢 啊 他可能就直接说 我就我就怂了 咱们就你 你想收购我我就让你收购就算了 这个概率比较大啊 咱们拍脑袋猜啊 这个事儿呢 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 这个事儿是拍脑袋猜 那么如果他不锁啊 他不想干 那比如说原来这个啊 推特的上一个CEO啊 是叫做就是他这个创始人啊 他的创始人呢 是叫做 而现在呢 是叫做啊 叫叫帕拉格 阿格拉马尔上一个呢 是叫做杰克多西 对吧 如果是杰克多西在 那么他大概率是会自己干 因为杰克多西对推特是有感情的 说我希望继续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希望推特可以实现一个什么东西 对吧 然后现在换了一个印度CEO上来 那么他是可以来决定说我卖不卖 当然杰克多西呢 应该现在还在董事会里头 应该在 我具体没看啊 没有没有去做分析 如果我说错了呢 大家告诉我 然后但是呢 他应该还是一个股东啊 最后呢 他可能说哎 我有一些新的想法 如果他说我不希望被马斯克来瞎搞 那么他有可能会这个 站出来制止 如果董事会决定制止怎么办啊 这个因为马斯克第一有钱 第二他是百分之九啊 百分之九点几的股东了 那他呢 也可以啊 往前走这个事 那么这个事情该怎么办 那么这个事呢 有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叫读完计划 啊 这个这个叫读完计划 而且最近呢 刚有人用了一回啊 前面我坐在的另外一家公司 也被人用了这么一回啊 来给大家讲讲 什么叫读完计划 读完计划是美国著名的并购律师 马丁利普顿在1982年发明的 正式名称是叫股权贪保反收购措施啊 要这么个名字 就是当一个公司一旦遇到恶意收购 就像推特现在啊 遇到这个马斯克的恶意收购 就是你不需要董事会同意 就就可以收购啊 啊 像我们以前写很多这个投资文件的时候 会专门留一个条款叫脱售权 就是当我需要去收购你的时候 或者当我需要找人来收购你的时候 你必须配合 我不会专门写这样的一个条款 那里的 啊 原来一直说哪天有空 把这个叫叫term sheet啊 叫投资意向书 给大家讲一遍 这里头都都如果大家啊 遇到啊 投资需要跟人签投资意向书里头 都有些什么条款 啊原来本来想做这么个东西 但是一直也没想起来做 等于这个算是我们许个愿吧 看哪天做 如果有有兴趣啊 告诉我给我评论区告诉我 然后我以后做啊 如果你们说我我懒得听这个事 你永远也告诉我 我就不做啊 好啊 他们就是啊 在这种情况下啊 他们就会干嘛呢 就会这个啊 当一一旦公司啊 被恶意收购 尤其是当收购方 已经占有了公司 啊 占有公司达到10%到20%的这个股份的时候 公司为了保住自己的控股权 就会大量低价增发新股 哎 比如说他原来就这么多股份 对吧 那么你要收吗 那我在这个时候开始发新股 我使劲发 然后呢 目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这个收购方手里的这个股票占比下降 你原来比如占了20%了 占了30%了 现在 就是马斯克手里现在是9%吗 那我现在就开始收啊 不停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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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收的时候我就开始发新的 然后呢 你最后就收不够一半 哎 然后呢 这个呢 也叫这个摊薄股权啊 这个这个你这个比例下降 然后同时呢 也增加了你收购的成本 你比如说我 我说了一数啊 咱们就是按这个 比如一股啊 50块钱啊 咱就开始收了 外边就这么多股了 但是你这时候收着 我那时候开始发新的 你一头 一股50块钱 最后把你手里已经从这个投行 后购的钱都给你花完了 然后发现你还是没扣一半 是吧 那他这个事是有可能的 啊 这个事是有可能 这叫反贪 反贪薄吧 啊 不是叫反贪薄啊 这叫贪薄 叫贪薄反收购啊 这个是这样这样 叫读完计划 然后目的呢 就是让这个收购方无法完成收购啊 贪薄计划一旦采用啊 会产生两个效果 第一 对恶意收购方产生威慑作用 哎 我要干这事了啊 你就不能来了 第二呢 是对这个 采用该计划的公司 有兴趣的收购方就会减少 因为这个事 你一旦干这个事 钱不是埃罗马斯克自己的呀 是投行的呀 对吧 那他就说 哎 他们要不乐意啊 他们要贪薄 咱是不是 这个准备的现金不太够啊 对吧 你虽然马斯克是神 对吧 但是你的这个叫做 什么呢 你的信誉也不是无限的 对吧 这个这个咱是不是稍微悠着点 这个这个阻力就会上升啊 所以呢 这个措施啊 在这个 是1982年被发明的啊 于1985年 在美国特拉华法院 被判决合法化 就这个东西是合法的 这大家可以用这个手段 当然你说我要增发新股这件事呢 你也是需要到美国SEC去审核啊 说我不是说我想增就能增的 你一旦增发了 相当于你利润什么都会下降啊 他有一个特殊的玩法 在2005年啊 因为我那时候 我其实2005年还不在盛大 我2005年还在Bowland 这个在我是2009年去的啊 2005年啊 新浪面对盛大的收购的时候 就采用了独安计划 最终盛大只能无奈的放弃了新浪啊 这个就是国内出国啊 盛大当时想收新浪 因为盛大呢 想做所有内容嘛 他收了有什么起点啊 升了有收了有什么库六啊 收了有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内容平台 当时我们叫这个啊 就是以内容为核心的叫啊 这个互动娱乐媒体公司啊 当时给大家起司一起的这个 然后在新闻这块 我们就看上新浪了 然后就去收他 然后新浪呢 就我不乐意啊 我不乐意 但是你虽然有钱 游戏公司有钱嘛 我不乐意 我就用读完计划 拼命的发新股票 然后最后就没成功啊 就搞了这么个事 然后呢 最近还出过一个事 最近出的是谁呢 就是这个叫做 陆正耀 他呢 要去重新收购 瑞幸啊 瑞幸不是因为这个被 叫什么呢 就是作假 然后被退市了吗 然后被罚了一大笔钱 然后现在呢 发现哎 这这段时间干的还不错啊 你们搞的还可以 这个这个陆正耀说 我我回来吧 然后呢 他呢 找了一帮人说 我来收购你啊 这个因为他在粉担市场上 依然在交易嘛 说我要来收购你 要恶意收购 因为董事会不想让他回来 啊 我要收购你 然后董事会呢 就做了一个决定 说我们用读完计划 然后开始发新股啊 因为你粉担市场了嘛 他比这个是要什么 比这个正经上市公司管的还松 对吧 你也没有需要经过审核 不需要这个各种审批 也不需要透露啊 曝光数据啊 或者不需要公开报表 咱就开干 就是读完计划 开稿 然后让陆正耀最后无奈放弃啊 好啊 我们今天呢 就大概讲到这个 就是说哎 这个 特斯拉的这个马斯克啊 又出来说我要收购了 啊 至于收购完了以后干嘛 咱们就别猜了啊 因为这个事儿 咱能猜明白 咱就不是这个自己坐在这儿录节目了啊 咱就大佬了 马斯克一定是有咱猜不着的地方 然后呢 他这个前头成为大股东 然后呢 后边呢 这个又没有这个进入董事会啊 也就没有进入董事会的目的 就是为了做了一个恶意收购吧 然后呢 就开始做恶意收购 但是其实这个事儿跟恶不恶意 没什么关系啊 这个这个里头就是 因为现在什么都恶意啊 还有恶意念书恶意 这个工作恶意学习 什么都恶意了啊 这个呢 就是说我叫不经过董事会同意的 不经过董事会这个批准 就可以直接收购的这种方式 他的专有名词叫恶意收购啊 但是这事儿跟恶意没什么关系 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 发生了呢 第一 钱不是他的啊 一定是这个投行的 第二呢 这个大概率啊 是我觉得董事会会直接怂啊 咱们猜吧 这个事咱们就是猜吧 大家读个乐子 大概率是董事会会直接怂 为什么 因为那个捷克多西已经撤了 这个现在是他那个印度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在看公司啊 那么我不觉得这个印度人有这么高的这个气节 他没准还惦记说我没准跪舔马斯克跪舔好了以后呢 马斯克退休 我还可以上上上这个特斯拉去当CEO呢 对吧 人家没准有这雄心壮志了 这多好的事啊 对吧 所以这个事儿呢 我觉得他大概率会直接认可 这咱就干嘛 如果这个不认可啊 那为什么说这个马斯克不进去徐徐徒之啊 那一定是说他希望对啊 这个推特可能进行大道扣斧的进行调整啊 你在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话 他可能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咱们前面也这期也讲了 说这个公司被收购了以后一般会怎么样啊 一种情况下就是说你也没什么发展了 咱就老老实实的给大家挣钱 但是马斯克肯定不是走这条路了 然后第二条路呢 就是这个叫做 排列啊 就是叫拆分组合以后啊 我不要的干掉 然后我要的再重新买进来 然后再重新拼凑 然后再做一点别的新东西 然后重新上市 然后挣一大笔钱啊 这个是从经济手段上说 是这样的 马斯克呢 可能应该是会走这条路啊 这是 但是咱不能瞎猜嘛 这个马斯克的心思才猜不透啊 然后呢 这个可能是这样的 可能性大一点 因为我原来遇到过一次啊 就是我亲自在公司里头 当然那个时候 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工程师啊 我就是我遇上过一次 这个是第二种情况 当然马斯克有可能说 我就没有想这么多 对吧 我就是有钱人 我就是惦记在推特上 大道阔府的干一次 我自己想干的事情 不要有人来管我 不要有人来给我瞎逼逼 对吧 他有可能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有钱人的世界 咱不躲啊 大概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最后呢 也跟大家讲了讲 说如果啊 推特不乐意 因为捷克多西 肯定还是股东吧 他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 最后比如说 依然啊 这个一些这个老的股东啊 在董事会里控制的股东 我们就不乐意啊 小概率事件发生了 因为我刚才讲 我说觉得大概率是会直接怂啊 比如说小概率事件发生了 这个马斯克这个没有进去好好的去做这个 啊 并购 而是说我要做恶意收购 也有可能是因为捷克多西这些老一代的这个创始人 股东啊 不乐意啊 所以 这个马斯克也没有做通他们的工作 所以呢 就直接大刀破骨生干啊 那么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 该怎么办啊 那这个这个办法叫读完计划 也跟大家解释了一下读完计划 大概是怎么回事 大概怎么干 然后呢 最后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怎么能够反收购 是吧 然后呢 也讲了讲什么呢 这个就是近年来啊 我们经历过的 或者有印象的两次读完计划发生在什么时候 一个是2005年的盛大收购新浪 然后新浪用读完计划投避了收购啊 没有被收成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陆正耀想重新入主 瑞幸咖啡 然后瑞幸咖啡当前的董事会采用读完计划 把陆正耀给扔出去了 说你别回来啊 大概是这样的 好啊 我们当故事来听一听就好了 这个马斯克是会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新故事 感谢大家收听啊 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帮帮点赞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的discord讨论群 再见